上周五山陀尔台风转为热带低压 所带来的好大雨 让淡水北海岸的各地都出现了严重的灾情 其中在新北淡水山区 屯山里以及中河里都出现了淹水以及道路的摊坊 经过多日仍然有居民还在清理家园 因此新北市议员郑宇恩日前就邀集市府的农业局 水利局、公务局以及区工所来到中河里会刊 并且协调各局处能够针对部分的山坡、溪流 因为大雨所带来的灾害进行复原的工作 上周五山陀尔台风转为热带低压 所带来的好大雨让淡水北海岸各地出现严重灾情 而其中新北市淡水山区屯山中河里出现淹水及道路摊坊 经过了多日依然有居民正在清理家园 因此新北市议员郑宇恩日前邀集的市府农业局、水利局 公务局以及区工所来到了中河里会刊 并且协调各局处能够针对部分山坡、溪流 因为大雨所带来的灾害进行复原工作 而且编驳都谈榜 所以今天就是找各局处来 包括农业局、水利局还有工所 大家去确定治理的单位是谁 那有一些是属于工所 有一些属于农业局、有一些属于水利局 我们把全责单位分清楚之后呢 就会赶快进行抢灾的工程 市议员表示这次勘灾有多达十多处的地点 除了住家后方的山坡被大雨冲刷土石倾泻而下 冲进民房当中 还有大屯溪支流暴涨、吸水淹禁工厂等灾情 而透过这次勘灾 让各全责单位来进行防止及修复工程 对此里长也说 这次暴雨当中 让中河里相当严重 也希望市府能够尽速帮忙重建家园 离掌表释出了三坡地土坡被冲出一个大洞 让现场看起来有些危险 也担心这样的地形经不起再一波的大雨侵蚀 而这一次也感谢市议员 邀请这么多单位 也希望可以须知的帮助到在地居民 以及公共道路及溪流的复原工作 接着许多人一旦水采访我来到